原廠 原廠有一塊隔音棉 這個原廠可以看出來 原廠有一塊隔音棉 這原廠型的 黑黑的 這個是有一個棉喔 對對對 那我們看到CR-V這塊 真的是只有鐵板 那我們在引擎部分 因為產生共鳴 包括引擎本體有很多機械的聲音 都會透過引擎本體傳導到我們 這個我們講的防火牆 一直到車室裡面 所以這個隔音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也是著熱的重點 這消費者覺得可以DIY的 你現在先試怎樣 是把它擦乾淨 因為等一下要黏上去 對對對 黏一種特殊的這種 比較耐熱的 不是一般的 耐熱的一種類似那種強力膠 那先把它做乾淨的擦拭之後 然後很快就可以把我們 一些要選購的一些隔音棉給貼上去 好 這樣擦拭完之後 這還要自己裁喔 對 要大概裁一下 它沒有專屬什麼車種 因為每一種車種太多了 所以DIY嘛 就是裁你適合的車種 它這個黏的就附在它後面 對 是背在我們發泡海綿的後面 那這個是貼好的 其實這個發泡還蠻大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一般的 不管是居家的 一般我們錄音室也有在用這種材質 在車子裡面是要耐高溫 所以它背膠很重要 不能脫膠 那再來這個海綿就是密度比較高 對 那聲音進去之後盡量不要產生共鳴 所以這個是波浪的材質 它有吸陣吸音的效果 吸音 吸音 對 主要這個吸音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阻絕熱源 然後透過它原本引擎式的一個散熱系統 那就可以把 不用把這個熱氣往外送了 那那個我們引擎蓋的那種烤漆就不會有一點 比如說龜裂還 有一點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說一般人去如果他想去買這個是 老闆我要剪幾尺是不是這樣 不用 這個是120X90 就一般引擎蓋的最大的一個大小 那都夠的 先量一下大小剪完之後 直接貼上去然後再修個邊就可以了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在貼的 有些什麼地方不能貼起來的有沒有 當然如果有一些 這個是防火材質還好 那如果一般消費者可能會選擇比較便宜的 那種比如說這種類似這種比較雜花棉的 這就沒有防火了 那沒有防火在引擎室比較危險 當然市面上有很多產品是沒有防火 那我們這個是有的 那在貼的時候就比較不用那麼注意 不然你像電瓶的地方啊 會有一些比如說火花的現象 這個盡量把它躲開 這個是引擎室的部分嗎 對 那我們這個看得到我們圖片上面 這個底盤結構我們在大樑的部分噴上 我們的因為大樑裡面有孔洞 那之前是在做防袖處理 所以他有預留一些那個防袖液 然後留下來的地方 你這個噴的就是那個 大樑的部分 它進去會被硬會膨脹 對 我們噴那個發泡劑 發泡劑 對 把整個大樑裡面填充滿 那我們知道聲音就是要有空間嘛 才會有異音嘛 才會產生共鳴嘛 那我們把那個整個的大樑裡面的 比較有空間的地方 全部把它堵死 那它怎麼才會流出來 因為那個就是比例啦 它比例要算好 當然我們師傅在噴的時候是 把它噴的很多啦 所以讓它類似有點腫脹 然後把它裡面全部都是發泡劑 讓它填滿嗎 對 填滿 然後乾掉以後裡面會硬化 這是大樑的部分 大樑的部分 好 大樑的部分 那其他地方就 其實這種東西不能亂噴 對 只能噴大樑跟我們叫做那個 應該叫門檻 門檻那個部分 只要不要有排水洞的 比如說我們門不能亂噴 那門的部分如果你噴太多 一樣你知道排水洞 那你可以噴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噴我們原本那個門檻的部分 OK 這邊有在做什麼動作 這個是我們輪拱地方 在做一種清潔 就是說我們用那個高壓高壓氣體 就是那種compressor 就把那個髒東西先吹掉 然後避震器先包起來 然後我們要做阻尼劑的 這個上這個阻尼劑 就是隔音底漆 隔音底漆 對 因為我們輪拱地方 由於輪胎 有可能在跑的過程 有些不規則的胎紋 會產生很大的共鳴 所以會嗡嗡嗡 所以我們把隔音機噴上去 包括輪胎可能會有小食指 那會反射到我們輪拱 這樣噴上去效果到底會好嗎 很好 非常好 我待會可以測試給大家看 你可以試試看 對對對 那現在整個底盤大概要噴兩次至三次 那是噴上去馬上乾嗎 這個是樹乾的 而且這個防水的 噴完就這種感覺嗎 那這個噴上去以後會不會掉 也不會掉 不會掉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一點乾淨的處理 還是 aquela 沒有症だ